各位好 今天呢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因为 就是我的游侠满极了 是三级神剑游侠 三星金闪闪的神剑游侠 已经满极了 我长了不知道多久那些神剑游侠 终于把它长满极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可以玩这套皮卡洋了 因为天梯之前 我这个游侠一直都12级 然后玩起来就各种不顺 今天13级满极 丧心金金的 很开心 所以我就赶紧打了好几局 然后发现这个游侠 真的是意外的 非常十分屌炸天 真的很强 所以很好玩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今天呢 可以看起这场 我用这套皮卡洋的回放 主要是这个游侠 真的有点赖皮 有点好用 开始视频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的第一场回放 我发现呢 如果 如果你是那个 游侠放的时机和位置恰当的话 就会产生一种 产生一种对手好像在刻意配合你的那种视觉效果 当时其实不对的 就是 很神奇这件事情 我们问皮卡洋的话 起手我们可以等一下对手出牌 因为这样子对我们有利 对方放了一个滚筒 我们直接刺客冲掉 这样子我们可以刺客 如果对方不反的话 我们刺客可以打掉很多的血 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方直接 踩出了个大皮卡 这时候我们做什么 这游侠放在桥头 蹭 蹭他 蹭他 然后我们赶紧 皮卡挡在游侠前面 跟那个游侠分担 一起分担这个电法的伤害 这样子让我们的游侠能蹭多少 就蹭多少 一下子三分之一的血 直接给他蹭下来 你说屌不屌 你说屌不屌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应该怎么防守这个电法 在武神的组合呢 我只有六飞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中间放一个杨琪 利用这个杨琪的这个 减速效果来让这个 让这个武神减速 然后再防守 丢出一个野蛮人滚筒 让武神再往后退 顺便扛死这个电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杨还能冲一下他 哇天哪 撞 雪撞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黄毛琪跟骑后 砍出了一刀 这时候我们就 心里哇天哪 美滋滋美滋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得稳一点点 就是慢慢防守 然后补几个大电就赢了 对不对 稳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满费了过一个刺客 但是对方呢 同时也过了一张滚筒 我们就刺客往回冲 然后哇天哪 太配合了这个对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补个大电 因为我们这个 他们的他那个屠夫 被我们的刺客打了一棒子 所以大家就可以补掉 所以就很爽 雪撞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 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还是要稳一点 所以我们 慢慢慢慢出牌 慢慢出牌 对方神底皮卡 我们也 我们也跟个皮卡 跟他抗着 就是 两个皮卡慢慢走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用游侠去偷一个 对方主塔 但是我想要再稳一点 因为我很怕翻车 所以 我就没有用游侠偷塔 这个时候呢 我才知道他是个目的 所以我就滚筒交一个 然后雪球补一个 像真防一下 因为因为我血很多 我可以卖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用这个 羊 羊冲塔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过了一个滚木 我就可以用这个羊来 稍微防一下这个黄毛 再 再冲塔 然后这个同时呢 他下一个皮卡 我就知道 羊那个减速是可以让皮卡不近身 抗一刀的 这时候我们补个大殿 再消一下他的血 撞一下 撞一下 200 286的血 所以已经进完了斩杀剑了 所以我们就要 防一下 防一下 刷出大殿 我们就赢了 就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象征性防一下就好了 反正我们血很多 2000多血 你怎么冰 你怎么木 你怎么木地 你都打不下 羊的血球了 补一下 然后 电法 踩一下这个屠夫 然后我们刷一个大殿出来就可以了 对手也是心态很好 就打出了一个 GG GG 我们来看第二场回放 这场回放呢 我们打的是一套 那个野猪 野猪屠夫巨峰的那个套路 就是一套非常主流的套路 我们玩皮卡羊的最好是后手 因为后手可以让我们稍微有一些优势 所以我们直接卖对手一个冰精灵 因为100多血我们可以卖一下 这个时候对方放 放了 蝙蝠 我们直接桥头 神仙游侠 蹭他一下 试一下 是吧 能蹭就蹭 滚木滚一滚 但是我们的游侠还是能蹭出好多剑的 野猪过来 我们可以用这个电法踩 用电法踩这个野猪的话 我们可以确保他只能敲出一下 我们跟羊防打 这时候对方 巨风屠夫 超强攻击力 直接团灭我们的羊和那个电法 这个屠夫过河 我们可以用这个刺客打一下 这个这时候我刺客失误了 因为刺客我要是晚一点放的话 就不用吃那个飞服一斧子 是我失误 我们现在费 费用满了 我们可以沉底一个皮卡 就是稍微涨一波费 然后对方这个时候啊 就很聪明 一个野猪直接打过来 想敲我个措手不及 但是没有用 所以你只能敲一下 因为我雪球可以把你的野猪给往后推 然后减速 这时候我皮卡已经走到了 可以把你一刀砍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游侠 桥头游侠 桥头游侠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对方下来蝙蝠 让我们的游侠不能好好地蹭塔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即使这样子呢 我们还是把那个屠夫的血给蹭掉了很多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桶加一个羊 这样子可以 利用这个野猫人挡一点伤害 让我们的羊撞他一下 即使大电 对方这个大电是失误的 因为我羊还没有冲起来 他就大电 所以我羊可以冲到塔 现在我们等这个 飞满了过一张刺客 然后看看对方有什么 有什么行动 这个时候我们飞又满了过一张血球 好了 这时候那个 对方屠夫放在那个非常配合的位置 这时候我们直接游侠 蹭塔 然后补个大电 直接把那个 把屠夫给秒杀 然后我们游侠还可以一直蹭这个 骑士 骑士的血 然后我打那个塔 这时候我们做个电法 但是电法我做歪了 所以 导致我们丢了很多血 对方预判了一个大电 很好 所以一下子蹭了我们很多血 就有点难受 但是呢 优势在我们这里 因为他的那个 鞋已经到了那个 我们掌杀线了 所以我们好好防 放个游侠 然后补个大电 所以一定要防住 因为时间不多了 对方不知道为什么 放了一个绝望的飞风 即使这样子 他怎么拒 他都赢不了我 因为 因为我补补了一个大电 所以 这时候 我们刷个大电出来 一样刷个大电出来 长沙就可以了 所以 很舒服 对方很绝望 再见 GG 好 这个就是呢 这就是今天我 我搜集的两个 十分 十分有趣的回放 就是这样子 这期视频就这样子吧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 点个推荐 点个喜欢 支持一下我 因为 因为我 因为我看到推荐 或者 顶一下会很开心 所以 请你支持我 谢谢 拜拜